黑洞在宇宙中,一直是最大的谜团,虽然科学已经证实了它的存在,但到目前为止,人类对它的认知始终停留在理论阶段,甚至连它的庐山真面目都没有目睹过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就是黑洞拥有着吞噬万物的强大引力。 虽然到达不了黑洞,但我们可以有个大胆的想法,如果人掉进黑洞会怎么样呢?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我们先了解下黑洞的引力,究竟有多大。 如果把地球压缩成高尔夫球那样的大小,那么它的引力就相当于黑洞的引力,这里我们进行一个不太科学的简单计算。 地球的直径12742.02千米,高尔夫球的直径为42.627毫米,用地球的直径除以高尔夫球的直径,姑且认为黑洞的引力是地球的2198918995倍。 也就是说,如果人掉进黑洞,相当于承受将近3亿倍地球的引力。 当然,我们不能用人做实验,所以科学家找到了牺牲品,火机。 他们将火机放入一个,能产生相当于200倍地球引力的大型实验装置。 当机器运转,火机便开始了它的小黑洞之旅。 当引力达到20倍的时候,火机似乎还能苦苦支撑,达到50倍时,火机的胸箱开始破裂,70倍时,火机已经被完全压扁。 由此可见,不要说是人类,即便是地球上任何坚硬的物质,在黑洞面前,也会被虐得连扎都不剩。 黑洞完全可以骄傲地告诉我们,不要误会啊,我是说地球上的一些物体都是垃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